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千秋雨季》 我是你们的月影 农村俗语,鼻梁声的他一生要苦啪 鼻子,作为面向五官,重要器官 关于鼻子面向 很多时候会听见山根 山根在哪里? 山是收纳与包容之意 而根则是根本之意 山根部位是以心经为主 山根代表了人的心 承载收纳万物,包容万物 也是人的根本 山根的部位就在鼻子的上部 两眼之间交汇处的广阔地带 也是一根之处 山根和鼻子都是面部主要的部位 面向之中 对于山根和鼻子的描述是最多的 鼻梁声的他一生要苦啪 这种鼻子也被我们俗称为踏踏鼻 鼻梁较少或者鼻梁不明显 是一种典型的穷苦之相 一生没有什么作为 而且还会在贫苦劳累之中度过 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呢? 当然有 鼻梁挺拔 尤其是尸鼻男 鼻像尸必有大发 女鼻像尸必是贵人 这类鼻子是大富大贵之相 我们最熟知的 而且权力最大的鼻子 就是典型的尸鼻 为什么尸鼻就会是大富大贵之相呢? 鼻子鼻头大 鼻孔张艺有力 呼吸自然 通畅许多 而且肺活量也优于踏踏鼻 身体自然健康 身体状况好 做什么事情才能好 面相来说 鼻子要圆润 配上杉根高耸 才是健康富贵之相 杉根不明显 再加上踏踏鼻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先天的说法 其实后天的努力 才是最重要的 只有通过自己不停的努力 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关注我 和我一起纯程 祖辈文化 我们下期再见